48. 新報 下半年按市集中產品質數競爭 2015年7月11日地產 B04案揭解馬流原原來地客來港子業的高峰期已成過去 本港樓市的購買力取而代自由本地用家接力 上半年在政策市下,整體按揭業務競爭加劇 在客源大幅收窄的情況下,銀行紛紛推出額外現金回證 超市禮券、高息存款戶口及信用家免簽賬等優惠 盡力開拓新市場 不過近日歌別大型銀行以因應金管局建議下調 按揭優惠回增上限至指引水平,便上削減優惠 調下半年銀行之間的競爭將集中在按揭產品質數層面 內地客以往業外來港置業 除了因為人民幣具有升值潛力 兌換港元匯價吸引,便上購買港樓有相等於高達8折的 借購優惠,某程度上亦因為港樓質數高及價格吸引 近年人民幣兌港元匯價穩定 截至2015年6月,每一人民幣兌換約1.2489港元 升值力放緩,換言之以沒有進一步的折扣優惠 加上本港平均住宅樓價由2009年起連續6年直線上升 累計升幅近1.5倍,可謂關注全球 進一步大升空間有限,因此內地客寧願選擇 往較低水的海外物業市場尋補 與此同時,非本地客現時來港置業備受種種印花稅限制 入市成本大幅上漲 即使發展商以優惠加速銷新盤 仍未能激起內地客以往對港樓的疫情 總結今年上半年,內地客漸整體漢揭市場比例跌至5.1% 惡年下跌2.9個百分點,並創同期的6年新低 監於客源收窄,適口而再無下調有因 加上漢揭優惠回增設限,調下半年銀行之間的競爭 將集中漢揭產品方面,比較浮飾漢揭產品 最優惠利率以跌至歷史低位,因此以最優惠利率為基礎的P 由2012年5月起,實際利率以長期保持2.15里 對比與同業策息HQA U 的H 網計劃 實際利率約1.94里H 網計劃明顯省息0.21里 加上個別銀行提供之H 網計劃,所識上限於P 以網實際按飾水平一致,有效降低同業策息波動風險 相信年內H 網產品會持續受業主歡迎 根據金管局住宅抗規統計數據顯示 與同業策息器部位於H 網計劃之使用比例 由此可見H 網計劃深受業主外帶,而以最優惠利率P為基礎的P 網計劃,使用比例跌至只有12.2% 至於定式抗規產品則嚴重落後大市 已連續15個月沒有業主採用 為爭取2015年下半年的新盤按揭市場份額